大家好,歡迎來到阿燦的喝酒時間 今天我們要來喝克萊格摩爾12年 今天是Hibiki的瓶飲杯 酒液呈金黃色的 那我們來聞香吧 香 一聞呢,很明顯的柑橘調 檸檬皮油的、柳丁皮油的味道 酒精感算中弱 很甜美的一支酒喔 這支酒呢,我之前第一次聞的時候 我覺得它感覺好像沒有吃桶吃很深 很清甜的、原酒的、椰子油、香蕉油的味道 但是開瓶之後,隔幾天、隔幾個禮拜 我再聞,我就覺得它很多水果氣息跑出來了 就像我剛剛所說的 柑橘調、檸檬皮油、橘子皮油 所以有時候開瓶多久 的確會影響到瓶飲的感受 又疑惑是當天前面先吃的什麼東西 今天呢,是我第一杯酒 我們喝喝看 舒服 我覺得呢,一入口就有股米香的 像是吃白飯的時候 米香四溢的芬芳 酒精感也是中弱 相當舒服的 很適合作為開飯前的第一口酒 帶一點苦酸苦酸的水果皮的 芒果乾的 真的很適合開胃呢 最近啊,夏天到了 很常喝Highball 做Highball呢 就很需要新鮮的氣泡水 可是啊,外面賣的氣泡水 每一瓶都500cc的 做一瓶Highball頂多花200cc而已 剩下300cc怎麼辦呢? 氣泡跑掉了 就不好喝了嘛 所以只好 再開新的氣泡水 開新的氣泡水 沒氣了就不開心嘛 所以要開新的氣泡水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チャンネル登録 グッドボタン Instagram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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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